盈利消毒装备齐全 在嫌犯居典外持破坏工具 弓箭进入 这个地点还没进去 另一头也同步进行 就怕锁定的人趁机落跑 不过警导无能一看 怎么会有这两台 黑灰色的机器这么大台 连打都打不开 找通知保全业者来帮忙 原来这台机器是类似ATM的存款功能 钱放进去就能立刻存入银行账户 不过能让企业租赁使用 没有想到诈骗集团 罕见用这种手法来洗钱 但涉案的人来头也不小 其中一人就是 华联市代会主席李正伟 查过他与台中一名自称 毕上的张信男子合作 双方从111年7月开始洗钱 不同意望汇到银行存款 或是走地下汇兑 而是利用两台入金机 放多少钱就能及时存到指定账户 相信嫌犯在把换来的虚拟货币 转到李正伟的冷钱包内 粗估金流破8000万 洗钱集团为了规避 非常规的一个交易 所以他来去用 租用了这样的一个入金机 这个入金机只要现金存入之后 保全的这个公司 就会收到相关的一个讯息之后 再把对应的这个现钞 贿入所指定的一个账户 自称虚拟货币币上的张信男子 涉嫌开人头公司 用此名义 向保全业者租了两台入金机 每个月花五万元的租金 帮忙洗钱 金额远超过正常管道的限制额度 不过张信男子 与华联时代会主席李正伟 短短两个月内 就有8000多万元的金流 恐怕不止这20元受害 TVBS新闻高本力卢宏昌 叶军SNG小组 台湾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